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枪谷这个地区现在是巴黎岛最受外国人喜爱的区域 没有之一 究竟枪谷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要怎么游玩枪谷呢? 小杰带你们去枪谷一探究竟 最后还有30个枪谷一定要去的景点咖啡厅 你看小杰的介绍 请记得看到最后 要介绍枪谷这个题目有点大 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 对枪谷这个区域的了解还是很陌生 因此我们将拆分为两集来介绍 记得要订阅追踪小杰印尼 我带你们更认识巴黎岛哦 在这个枪谷系列的第一集 我们先来说说枪谷和巴黎岛闹区的发展历史 以下的内容比较难用视频的方式呈现 因此请到我们部落格去看详细的介绍 部落格的连结在视频下方的描述里 我们还会介绍枪谷到底是什么样子 有什么迷人的特质 先把视频看完 到部落格里还有更进一步的精彩介绍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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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间很大的房间是什么呢 主卧室 主卧室 旁边的厕所 有两个洗手台 这个 哇 有两个洗手台 哦 两个人用就不会打架了 还有我最喜欢的浴缸 还有你最喜欢的浴缸 哇 太棒了 现在带你们看看 窗户外面的风景 下屁2005M 下屁600M 中文字幕张网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儿 就请不吝点赞 订阅 广播福音农 就是在生活的行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